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很多人猛一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但是有一场席卷神舟的大讨论 可以说是他点的火挑的头 前段时间我们节目不还一直在说 就是说中国男人是不是配不上中国女人 这个大讨论是他最早在报上 他是一位专栏作家赵令明女士 你看他当时文章写的开头就是 上海马路上女的明显比男的高一个档次 他就说看到一些照片 有一个社交网站的照片 这些照片看起来表明什么 现在的男的中国这男的 要么就狗头狗脑 要么就缩头缩脑 没一个看着舒服的 倒是女生都蛮有气质的 说跟铁的人无论男女基本都认同 女性的外表中国女性城市里的女性 基本上已经跟国际接轨了 但是反观我们男性 一不健身 啤酒度 仪太差 好衣服都穿不出气质 还有蟹顶的满脸痘的 这就是当时您发的这篇文章 引起很多讨论 所以今天我也把你请来 最近你的想法有改变吗 您说的这个其实是天涯的一个帖子的 他也是促使我来写这篇文章的一个诱因 但是让我说 我写这篇文章的最主要的目的 还不是说要诋毁中国的男的 说他们长得外表差什么的 其实我当时觉得 外表差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争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你就要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大街上 你去站上10分钟看一看 你大概就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我觉得写这个文章最主要的目的是 其实是分析 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大面积的出现 我们这个社会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一个现象如果是一两个人身上 那可能是一个个体的问题 如果是普遍性的 那一定是有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是想探讨这个主要的这个原因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其实在里边讲了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是 中国的这个城市化的时间太短 就大部分人可能都是第一代的城市人 他受这种城市生活的熏陶时间很短 他没有对自己的外表这种要求 首先他意识上没有这样的一种要求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整个的社会的大的环境 就是说不公不义啊 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平等 这些东西时间久了呢 你自然自然就是很难会形成一个 很平和的一个外表和一个心态 我的一个基本判就说 那怎么女的就好呢 女的不一样啊 因为女的就是说中共 大家都对承认现在还是一个男权的社会 男的很多方面他还是 就是说承担社会的责任啊 很多东西在他的影响是更直接一点嘛 这个我觉得就说就林肯说 40岁后你要为你的这个外表负责 那就是说其实你的外表 是你所经历的很多事情 他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表现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说你的五官如何如何 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没错 对 我觉得他讲的这个 我有一个体会 就是常年啊 我跟这个外国朋友 包括两岸三地的这个男嘉宾 打交道的时候 徐老师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一个体会 就是说 我们家呀毕竟是农民出身 就是说你说我父母亲 他们就是从村里考上大学的 到我这一代呢 其实没变成城里人 而你知道我觉得感觉啊 这个某种生活方式 文明和文化呀 塑造身体 其实你知道姐姐 不是姐姐妹妹 我有一个很苦恼的地方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怎么觉得我这个 比如说啊 你看人文道 你说这文道的体型 也不见得比我好多少 包括马家辉 就很多香港人 你感觉呢 他的这个身体啊 基本是硬的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就是他穿上衣服啊 他好像都是挺的 他是硬的 香港的警察也是 你没觉得 没错 他会看着很威武 你看这几天电视上 香港警察 我太佩服他们了 就这个个 他这个体型不变化 你知道我呀 是拼了命的要减肥 然后呢 就经常呢 你知道这种 就叫草包肚子 非常讨厌 有时候你不能刚吃完饭 就去主持节目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肚子啊 一吃饭 他就 很没出息的 就鼓 鼓得很鼓 你知道吗 饿的时候 他又 瘪进去 很麻烦 就是 我确实感觉到 包括我见德国人啊 我怎么觉得他们的身体似乎就是是硬的 是固化的 是固体的 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男人 我经常觉得我的这个身体脂肪啊 是散的 就是是是是 我们叫一个不好听词 叫囊踹 就是 哎 很不容易穿衣服 哪怕穿上很挺阔的衣服啊 也容易哪给撑出一块来 就有这种苦恼 在一定程度上 人身体的肉呢 是照着社会需要长的 你是是这意思 因为中国 你你刚才讲 那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同样第一代 从农村进城 呃 女的适应城市化比 在外表上适应城市化比男的快 是 那个原因呢 你刚才说的也非常对 因为男的要承受社会压力 嗯 农民进城了以后 他要是混的不好 他打工仔 他哪有空来顾得上肚子啊 身体 他能找到一份工就好了 对不对 老婆 我把你带出来了 你打扮了花里胡哨 我不来说 你就已经好了 你对我还什么要求 我已经辛辛苦苦那么感 我要是混好了呢 我变老板了呢 我肚子很有理由的吐出来 对不对 是 所以男的你看 下也好 上也好 没有必要要保持那个 你保持的太好 旁边老婆反而对你 我怀疑你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对不对 但反过来女的呢 这个社会就把他们当性对象看 全社会 所以女的就很自觉的 男的是考虑肚子吐出来 没有关系 他是考虑上面部分要吐出来 对不对 他也是按照社会的需要 再改变他的衣服 砸他的身体 所以就说我这个里边讲到第三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觉得是跟这个男女关系的失衡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呃这个女性对男性如果要求 只是说你要供养我 你有很多钱啊 这些物质方面的一个要求的话 那你有了这样的要求 你怎么还可以要求说他还要长得好看啊 什么这个就属于得龙望鼠要求太高了 知道吧 嗯 所以说这样的一种 就是说我们可能以前80年的时候 还是还说这个女 妇女能顶半边天啊 什么什么 现在这种东西 这种话语已经已经没有了 嗯 就是徐老师刚讲的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认可 女性就是一个物体 或者说附着一个男的的一个 一个 我先问问你 你算是那种女权主义者吗 我个人不认 我自己不是这样自诩的 对 但是呢 我写了这篇文章以后 是大家这样认为 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我个人不这样 但是有点事肯定你你听了 你就格外这个一一份 也是这两天的新闻啊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就是说的这个 我们这个社会里啊 男性和女性的关系 你知道这个是呃 这很著名了 这是四川美院的 就是说已经退休的一个副教授 叫王小剑 他跟两个这个女孩子吃饭 你可以再看下边 吃饭的时候呢 有这么一些 好像强暴啊 强吻的动作 哎 这个被人抨击 现在听说他们学院对他也处理 但是呢 有意思的是啊 他据说他们附近朋友圈啊 包括一些艺术家的圈子里 呃 为他说话 说这个教授啊 其实是个挺好的人 平常爱喝点酒 性情开朗 对吧 这种事说在我们这艺术圈 太平常了 根本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你可以再看 看看一些照片 我觉得这几天怎么进这种事 就是呃 郑州这出来一女的 也挺有意思 你看啊 他说啊 他被这个 那个地方有个房地产协会的这么一个 好像是什么副会长啊 骗色 然后他说什么四年前啊 这个姓赵的这个人啊 不仅跟他什么谎报年龄啊 而且呢 还这个骗 怎么骗他的色呀 而且就是说啊 说他长期啊 在这个治疗前列腺 还有性功能障碍的什么特效药 什么用成人用具的时候 我要求分手等等 这个就一些不堪的话 反正就是等于啊 这个女孩上大街上 就说被人 骗色 还有一个事 你可以说说 我发现你为什么挺关心这个事呢 就是厦门大学 调查了很久的这个 这个历史系的 历史系的这个教授 现在被 就开除党籍啊 现实开除党籍 然后停止教室资格 看来下大的这个这个 证实了一些情况 是是是 这个这个事情 我倒觉得就说 包括您刚才讲的 四川美院的 包括这个下大的 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在中国的高校 应该不是一个个案 或者说仅仅是一个 他们个人道德败坏的 一个一个一个问题 我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说 第一是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 在这件事发生以后呢 去给他说好话 不管是这个四川美院 还是这个下大的 下大的那个是有很多的学生 然后写联名信 证明这个老师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王教授 我看也是很多人在微博上 说他如何的这个帮学生 是个好人啊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这个东西 首先是我觉得 就是说 逻辑上可能大概不大能说的 说的过去 第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 比如说吴教授的 这样这样的一个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是 不管他是骚扰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这是个很 吴教授啥事情 就是在下大的一个 他有好几个女学生来举报他 说他这个右肩和威胁 这个这个 他们 就是说这样的是在中 最前段时间在这个社交媒体 包括这个 调查就是说 比如说跟这个女研究生 确实证实了 是多次发生了不正当性关系 但这个什么叫不正当性关系 这个也 比如说之前有人有过争论 就说所谓右肩 法律上不能认为是强奸 就是因为 你在当时是两个成年人 你自愿的 那么不管你说 他用什么来写 来威胁我 比如说 我让你论文过关 或者我让你怎么怎么样 但是这就是一个 你这个女人 愿意跟她发生性关系的理由吗 我觉得 就说这件事 到底细节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现在没有任何 任何非常公开的一个 一个非常详细的 中立的一个调查 我觉得这个细节 我们可以不用讨论 包括法律的问题 我们我觉得 你现在共产党认为 你跟老婆之外的女的 做爱 你就是不正当性关系了 是吧 我们倒是比较 就是说这件事出来以后 这个社会的反应 让我觉得很惊讶 就是说 这么一百多个人 去证明这件事 实际上你是证明不了的 就是说 中国人的这种 大家这个逻辑的 这个观念 好像差了一点 就是说 这样的事 你是不可能知道 你比如说 他招了两百个学生 有一百个人证明 他没有问题 你也不能证明 说那两个人 没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是不能够 不能够证明这样的 但是呢 大家义无反顾的 去做这样的一个证明 那么就说 我觉得是不是 我们很多时候 就说 这种是非的 这种对错的 这种观念 往往要屈从于 我们的个人的这种关系 或者说这种利益 这种东西 会考虑的更多一点 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 那么多人帮他 证明他好 是因为都是出于利益 跟他有关系 我觉得更多的是 师生的情意 或者说同事之间的 这种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还不单 有没有利益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还有一个 就是中国的人情世故 当然你要按他的观点 中国这种 人情世故 就很可悲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我之后见 中国在走向法制建设的过去的三十年的路上 有一个东西一直绕不开 就是叫道德法庭 这个我记得在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有一些 那个时候销量很大的杂志 就有过一些这样的争论 比方说 他们会揭露某一个名人 他因为跟另外一个人好了 就把他原来的女朋友 或者老婆丢掉了 这一类的事情 就激起了极大的道德义愤 当时就很多群众就揭发 但是这个什么叫道德法庭 就是说 简单的说 就是说旁人一看 就觉得他这事情不对 但是法律却没办法制裁他 因为那件事情 比方说他分开什么东西 他都不犯法 现在这个事情 你刚才讲 有很多人帮他编 我觉得也是 现在是网络成了一个道德法庭的新平台 是一个 这个法庭是双人界 你知道 他是有好有不好的 具体事情都要具体看 王小剑这个事情 非常好笑的 就是说 一方面我看他这段录像 我作为一个完全不知道事情的旁观者 我就觉得这种事情 要做也不应该在大庭广众做 对不对 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不对 但是还有人说 他恰恰是因为在大庭广众做 所以这说明 他并不是真的要跟着女的干什么 但是同时我又在网络上 看到了一组 几十张照片 就是他跟很多男同学女同学亲吻 就是有两个女生跟他亲吻 两个男 这是假照的还是真的 我觉得那是事发之后 第二天 然后呢 他跟一些私人聚会当中啊 他用可能调侃这件事 对 然后大家这么玩 那些人呢 就是就是愿意的 就是很开心的 那这个事情 你一句说愿意 不如说故意 哎 就故意的 两个两个女的贴在他的脸 不 这个这个 这个被揭发这张照片 最主要问题是那两个女生不愿意 很明显的有这个抗拒的动作 这就是我们出于道德法庭谴责这件事情 但是严格依照法律来讲呢 这个事情应该是由这个不愿意的女生提出指控 才可以受理 是 明白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个证据的合法性 比方说你这个监控的镜头啊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不得到当事人的允许 可以公开向社会 而且你知道 这个这个问题就牵涉到一个基本适应权 肖像权 我们先不说这个王小剑 就那另外两个假定是被欺负的女生 假定说他们本身虽不愿意 但他也不希望把这事情公开 那你这个商店把这个东西公开 是否违反了他们的意愿呢 所以这些问题呢 我不是说否定道德法庭 现在这个网络很有力 但这个道德法庭会带出来很多 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他这个 我前一阵不是有那个同级犯抓那个 什么叫高玉伦呢 什么在东北抓的时候 我就看他们这个案底啊 我就发现就说这个人呢 在村里啊 多少年 他就是一喝酒就要打人 一喝酒就要砍人 是多少次 但当时我就觉得 让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中国人民间社会啊 对于这个私人之间的这种冒犯 和这个碰撞啊 其实宽容度很高 你比如说村里要有一个 大家最多说 哎这人一喝酒就疯了 都崩打了 他躲他远点 我当时想 你如果是在香港社会 这个人早就被告了 对吧 在公司里 他早就被 所以你看 就是我就觉得 中国的这种传统社会啊 为什么我也能理解 咱们是大陆人 咱们特理解 尤其是北方人 比如说咱们庆祝 哎呀 这大家喝了酒 那么男同事 或者男领导 他高兴 有时候 对吧 搂搂抱抱 我相信任何一个大陆人 他都觉得很正常 任何一个大陆女人 包括大陆女同事 经常他会觉得 他拼命摇头 你看 你拼命摇头 对 你听我说 没有领导来拥抱你 对 看来你领导 领导有点怕你 我是说啊 你在中国的很多 这个咱们就是人情事故里 一个教授 哎呦 我跟你说 我都见得多了 我说实在话 我觉悟低啊 我当时也没觉得特别有什么 就是教授喝醉了酒啊 这这这这 我跟你说 这学生开玩笑啊 坐我腿上 坐我腿上 跟涛哥看看 这在香港就完蛋了 那那那 你说这个 我当时该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灵敏批评批评我们 我觉得就是 首先不能够因为说 这种事经常发生 就觉得视而不见 就觉得很正常 它还是不正常的 我起码 从我的脚 我觉得是不正常 另外 就说您说的这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 就是为什么很多女性 徐老师刚讲 她也没有去举报 或者说很多那些 被人搂搂抱抱 她也没有 没有明显的一个 反抗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可能 跟我们长期这种 就说这种 对女性的这种 不说压制吧 就是这整个的 社会氛围里边 对女性的这种忽视 是有是有关系的 就你成长的那个环境 包括农村 又不用讲了 你肯定是 以你的兄弟 什么为重的 这个家庭里面 即使是在城市里面 就是说 你自己的家里 你父母没有 对你一个女孩子 有什么轻视 但你周围的环境 你会能见到 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 你周围的那些邻居 什么的 这种 就是说 对女性的这种轻视 重视男的 这种氛围 是一直都有的 你是不可能 避开这种环境 对 那么你在这样的 一个环境里面成长 多多少对你的自信 对你的自我认识 什么是有影响的 你有时候受到一些 你的意思就是 很多女的 其实是感到被冒犯 她不 但是她不愿意去说 对 她不愿意 她觉得这样说 代价太大 或者麻烦太多 我觉得是这样子 绝对是 没有勇气去讲 讲出来 或者说甚至觉得 这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 或者等等 什么她忍一忍 或者不敢得罪她 你说的很对 其实人体的接触 其实就是标准 就是冒犯不冒犯 你不能以她的 亲近和不亲近的形式来分 一般来说 西方人比较强调 身体不接触 个人 但有时候也相反 比方说 我碰到美国的朋友 女的 分手不太熟的 也要拥抱一下 说实在话 我不习惯 我跟她不太熟 老公也在边上 你跟她老公不会拥抱 还得很认真的 拥抱一下 脸碰一下 我就觉得不习惯 但是他们就觉得 这是一个正常的礼仪 以前中国的领导人 出去到欧洲访问 碰到那些 苏联东欧的领导人 都要脸碰碰 对不对 我相信他们就等于 在为革命牺牲了 跟那些人碰碰 对不对 这就是各种不同的礼节 但是呢 只要你 不被冒犯 这就没事 冒犯了不说 这就大事 为什么这个 这个王小剑这个事情 全国道德法庭这么严重呢 我觉得很大的关键是 傅教授 要是现在这个标题说 四川一老人 亲吻什么 两个女子在饭厅里边 人家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大学 这个是很神圣的地方 老师 你是对学生有权利关系 所以你 你这个做法 背后 那个学生就不是一般的人 他可能就是某种利益的关系 这是大家关心的 所以我听说最近教育部出了一个文 明文规定 大学教授不能和女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我看到 我看了这条 你同意吗 我觉得就说 我没有看到那个非常具体的那个文字 但是我觉得就说 文字就是这几条 我一字句就背得出来 大学教授 可以严禁和女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你知道我看的这条消息的反应是什么 两眼一骂黑 不是 我的意思 我一看就说 那就说明 教授之间是可以发生不正当关系了 学生之间是可以发生不正当关系 你明白了这个意思了没有 这个在西方好像是很清楚的 就是说 你这个老师给学生代课 有直接的这个利益关系 这种时候是不可以这样子的 当然你们不是师生的时候 他不跟你代课的时候 是 除非你投诉 什么叫不正当关系 它就等于是规定的一类人跟另一人不能发生 那言下之意是另外一类人是可以发生的 所以这个语病是一大糊涂 我给你讲 但我觉得就说 法律上来讲 这么大家争论 就最近几年这么多这样的事情 就是总归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